公交车上 美女被要求给老人让走 她却说出了大不敬的话 要求坐这儿 一时间 老头以老奈老 哭诉自己遭到了调戏 其他人也纷纷站上道德制高点 用罪恶毒的话 咒骂着她不知廉耻 而车上的一切 都被一个女孩拍了下来 她看见美女到站下车 也跟着追了上去 一边开着镜头对拍 一边质问道 你们好像就要到站了 就是站起来让我做的事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做啊 美女有些不耐烦 随口做出了回应 我就是不想让座 没别的女孩 让 她并不知道 眼前这个穷追不舍的女孩 其实是个记者 而自己的一句无心之言 也将在不久后惹火烧身 美女名叫叶兰秋 就在今天早上 她得知了自己身患 淋巴癌晚期的恶好 人生正值最美好的年华 却被命运开了这么一个玩笑 换作是谁 都难以接受 所以直到坐上公交车 叶兰秋都沉浸在心灰意冷中 才会在他人刁难时 说出了那番欠妥的话 一抵达公司 她在电脑输入淋巴癌晚期 随着一张张触目 惊心的图片划过 她脸上最后一丝的淡定 也不复存在 开始花容失色地哭了起来 事已至此 她也无心工作 于是来到老板办公室请长假 在老板的追问下 她再次情绪失控 伤心的掩面痛哭起来 她并没有说出癌症的事情 而是接着向老板借一百万急用 老板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只是她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假期回来后 要陪她出趟差 她一边说着 一边上前安慰叶兰秋 而这一幕 正好被突然到访的老板娘撞见 秘书趴在老板肩上 不管小叶怎么解释 老板娘都认定了两人油染 另一边 记者把视频上交给了主编 主编看完后 当即决定用作新闻头条 甚至亲自上阵 将标题和封面打造得更有噱头 果然 新闻一出 收视率报表 一时间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 网友们开始人肉末境解 周围人也纷纷调侃她拍腿的动作 主编更是一脸的春风得意 因为这一新闻 公司光短信费就赚了十几万 从前对她爱理不理的同事 现在都忍不住来阿谀奉承 就连老板也亲自打电话 求她策划一个不让座的专题 新闻热度如此之高 叶兰秋的老板当然也看到了 但她并不在意 反而觉得 这样的叶兰秋才更有个性 给叶兰秋挥了一百万借款后 她就出来和同事做了工作交接 平时一向被压风头的小秘书 这下可高兴坏了 嘴上说着不舍得她离开 转身就把她的私人信息 全部曝光在网上 巴不得在这个时候踩上一脚 让她永远回不来 电视台里 主编果真办了一场专题 试图让这件事二次发酵 在新闻界摸爬滚打多年的她 最懂得怎样制造话题吸引观众 观点不同 咱们可以争论相对地讲出来 不要怕矛盾和分歧 一定不要一团和气 好吗 在她的引导下 两位一见领袖发言犀利 不让做事件再度陷入白热化 网民对叶兰丘的痛恨也随之升级 叶兰丘这才意识到 自己一时说出的气话 竟引发了如此夸张的舆论谴责 她的住址和身份证都已经被曝光 人身安全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无奈之下 她找到那天的记者 让她帮自己拍下道歉视频 希望能获得所有人的原谅 可我没挑衅那位老人家 你只是当时的一时气话 她声泪俱下的样子 引起了记者的同情 她承诺会尽快将视频公知于众 便匆匆跑回了电视台 留下同性的表格照看她 两人坐着聊了一个下午 叶兰丘对这个生活也不如意的男人 产生了兴趣 得知她正失业在家 她便想到了一个主意 叶兰丘花了五万块钱的价格 买下一个陌生男人的七天 做自己的贴身保镖 因为可怕的键盘侠们 已经对她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 他们在网上恶搞她的照片 诅咒她不得好死下地狱 还污蔑她和老板有一腿 甚至曝光了她的住址和身份证 而这一切 仅仅是因为她没在公交车上让走 大众的诋毁和咒骂 比她的癌症还要痛苦折磨 心理上的压抑 让她刚咽下的止痛药 又再次吐了出来 可没人在乎她的苦衷 人们只想伸张他们自以为是的正义 哪怕她已经拍了道歉视频 电视台主编也不会允许播放 因为这不是大众所希望看到的八卦 会降低事件的热度 为了牟利 主编把目光转向了叶兰丘身边的人 当老师说叶兰丘成绩优异时 她露出了不满的表情 她想听到的 是丑化叶兰丘 而不是夸奖 于是她开始有意引导 接着她又找到那个没被让座的老人 让她卖惨博取同情 如主管所愿 这波炒作引起了网友的一片叫骂 热度只增不减 最后 主编还找上了叶兰丘的老板 可她拒绝了采访 不仅让主编吃了闭门羹 还叫保安把她给轰了出去 她气不打一出来 当即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新闻稿 将老板塑造成一个奸商 更内涵她和叶兰丘的关系不简单 这些愈演愈烈的负面新闻 压得叶兰丘喘不过气来 无亲无故的她 必须出门找个女保姆照顾自己 结果却被介绍所的老板娘一眼认出 夜兰丘觉得很委屈 自己又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 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侮辱 她逃也试得挤出人群 而身后的人还在继续围追 毕竟 这是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闪光灯不停地打在脸上 夜兰丘最终败给了舆论 如果说 原本的她还准备和癌症做抗争 积极接受治疗 那么现在的她 已经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 彻底放弃了生的希望 我还给自己买了宽布地 看 那借来的一百万 她准备原封不动 捐给慈善机构 而在人生的最后时刻 她想去一个没人的地方 光明正大的活着 让保镖和自己一同前往 但她还并不知道 这个男人其实已经有女友 对方正是 一手造成自己网报悲剧的主编 她和保镖来到没人的郊外 准备在这里过夜 保镖却中途变卦想要离开 因为她害怕自己的女友误会 夜兰秋这才知道 杨守成已经有了女朋友 她似乎在提醒对方 其实只是在骂醒自己 面对她的咆哮 杨守成很不理解 就随口说了句有病 说完她直接掏出病例 一把摔在男人身上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杨守成这才知道 夜兰秋得了癌症 也开始为自己一直以来说的重话 而内疚不已 她聚听了女友的电话 准备找到夜兰秋弥补 而与此同时 被挂断电话的女友 看到了他们铜矿的照片 她度火中烧 利用自己的主编身份 乱写了一篇新闻报道 诋毁夜兰秋是第三者 不仅插足她和男友的关系 还曾经和老板油染 然而 这篇报道惹怒了夜兰秋的老板 怎么说也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哪会放任她这样泼脏水 于是 她让小秘书骗取记者的信任 套到了主编的银行卡号 然后往里面打了一笔钱 再举报她私自拿回口 这件事一惊曝光 主编摆口莫辩 她也尝到了被人污蔑的滋味 这边 杨守成终于找到了夜兰秋 在她的百般劝说下 夜兰秋答应了接受治疗 他们走在医院过道上 诊室里总传出患者的痛苦哀嚎声 杨守成不禁有些担心 她想陪夜兰秋一同进去 却被拦了下来 她向她沉默 自己马上就能出来 可男人等了很久也没见到人 她意识到大事不好 冲进病房一看 原来 她早已经通过后门离开了 杨守成到处找也找不到 只能回到她住的地方苦等 结果却等来了警察 他们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夜兰秋跳楼自杀了 看着她的尸体 男人很难过 她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去医院前的那个深情拥抱 竟是她和自己的最后告别 杨守成 我爱你 遗憾的是 为什么这个爱 来得这样迟 此时 她也终于正视了自己的心意 同时也明白了 有些人 转身便是永别 她回到家里 向女友提出了分手 夜兰秋的老板在得知消息后 她叫记者带上镜头 然后在尸体面前 装模作样地流下了眼泪 她决定放弃那一百万 并成立一个 以夜兰秋命名的慈善基金会 然而这一切举动 也不过是一场企业家的作秀罢了 而直接导致这场悲剧的女主编 最终不仅落得了一场空 还失去了男友 失去了工作 尽管她现在想亲自弥补 将夜兰秋的道歉视频发到网上 也已经没有了机会 那是我拍的 我要把它放在节目里 记者并不打算给她任何赎罪的机会 这种负罪感 要让她抱着过完一生 或许当道歉视频发布后 舆论的导向会出现反转 人们会可怜起 曾经被他们亲手伤害的夜兰秋 然后将人肉的目标转向主编 但无论结局如何 都已经不太重要 只要是在网络时代 就肯定会有数不尽的反转事件 也势必会有下一个受害者 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约束自身 在真相没有定论前 不轻易诋毁 不跟风辱骂 任何一个当事人 否则雪崩时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没关系 polic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